第一次来飞你的舞台 是19年的12月份 很感谢这样的一个机会和平台 能学到更多的本领 发言消息之后 我就给总经理拉黑了 拉黑了 同归于见智的求职者 你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 给十个老板听 职场是双向选择 大家也能更清楚地知道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有点懵呢 我喜欢你 别看我 你爱你 说实话 我有一点点心酸 你笑得越开心 我的眼力就越多 你笑得越灿烂 我们的心揪得越紧的那个感觉 你这个状态让大家有理 我不太会表达 没说明 我觉得大卫老师应该差不多了吧 好 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 2亿 200到2亿 1万 这第一个不会是视频的播放量吗 如果视频的播放量2亿也可以啊 或者是他的业绩从200到2亿 不太限制 我觉得 不太限制 你为什么不想是200到2个亿的负债呢 那也不太容易 他用这些数字 他想要唤起我们他的好奇心 然后他并不愿意只给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一点想要表现的人 来吧 我们掌声有请这位求职者 闪亮登场 张亦凡 30岁 南开大学 财务管理专业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张亦凡 来自天津 今年30岁 我之前做过主持的经历 然后在银行工作过4年的时间 大概是这样 谢谢各位老师 好 欢迎你 很好 这个数字好多啊 这什么意思啊 是这样的 就是我之前在银行工作 然后我在18年的时候 我们就是作为活动渠道士 策划了一个歌唱大赛的活动 最终实现的是新增资金量2个亿 这是怎么做的啊 是这样 就是我当时是在分行的活动渠道士 做了一个统筹的工作 跟这个艺术培训学校 做了一个置换吧算是 然后呢就是社区的特务经理 去招募的这个老年组的演员 然后呢这两部分的客群 到最终我们实现了这个 两个亿的一个营销 这两个亿是什么钱啊 资金量 纯资金量 你在这个活动当中 你干了哪些工作 首先是我就是利用了自己的资源 之前我做主持的时候有一些人脉 然后认识一些艺术培训学校 然后他们给了我这边就是 200个小朋友去唱歌的这个 提供了这些人员 这200表示200个潜在的儿童唱歌 对 实际上是他们的父母 这些小朋友的父母 200个家庭 对对 然后列变出两亿的传款 或者资金 200个小朋友 然后还有就是老年组 老年组是社区去招揽的 就是我这边应该算是 完成了一半左右吧 整体的一个成绩是两个亿 那你如何实现 一加一百万 是这样 就是首先他这个客户经理 就是我们社区的客户经理 他们去进行的一些营销工作 然后我这边其实主要是 艺术培训这边 我们会搭建一些营销场景 客户经理去到 培训的这个地方去营销 我虽然数学不好 我再问一下 银行要搞活动 对 你帮他们找客户 对 小朋友和老年人 对 他们只要来了 就存了 对 有存款 然后也有信用卡等等这些 然后最后银行的总收益 就是两个亿 对 自先量 大伟长 我多问一句 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往银行里存钱 比如说我参加比赛的门槛 我的存款必须得达到多少额度 才能参加这个比赛是吗 不是 新增就是开户 存开户 我只要在你这开户 我的孩子就能参加比赛 对 本质上先你做了一个引流的工作 对 是吧 然后客户经理做了一个存储的工作 具体它是怎么实现这两个亿的 这个整体的数据 是客户经理去做的 所以这一部分 跟我没有特别特别特别大的关系 但是 对 我就是实现了这个 你有能力拉来200个小朋友 对 只有那一部分 和一些老年人 对 最后活动结束了 人家告诉你 你参与的这一项活动 整体行里的营收是两个亿 对 是这样的 两个亿 你没拉来一分钱 对 但是你给拉来了 我出人了 对 就是你每个人 后边的同仁们能够 怎么去营销 那是他们的工作 怎么营销多少钱 那是他们的 对 但是每一个人一百万的存储 我保留一个人 那你架不住 我们天津老年人有钱 就对这个数字 它是否是真实的 我们打了一个问号 他们比较关注的是 数字这个相关的内容 挺有意思的 就是觉得这些企业家朋友们 然后他们 其实他们观点挺犀利的 我想说明一下 为什么我们对这个数字 这么追问 是因为你跟我们讲的事 就是你把人找来 然后剩下的同事在上面营销 产生了一个数字 但是你是把这个数字 打到你的关键词上去了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问题问清楚 我们要基于两个亿去认识你 还是基于两百个家庭认识你 这决定了我们之后的面试走向 明白 可以的 好吧 企业家们啊 先天地对数据感兴趣 没有刁难你 明白 在银行的工作这四年 我成长了很多 有的是苛刻的领导 你第二个观念词是一万 我就担心了 一会儿是不是又要算数 没事 这能说清楚 要是算数的话 我得让我们工作人员 给企业家们发操作 那你后来为什么 从银行又走了 又干自由职业去了 因为组织架构一些变动 我当时从分行 给我调到社区执行 做业务了 然后因为这个事情 去哪个区了 去华院了 华院离我们家就是一个小时嘛 比较远 那你后来回去自由职业做了什么呀 还是商演的主持 还是商演 对 你怎么对商演这么感兴趣呢 就会这个呗 你主持过什么类别的商演活动 就是地产的 然后4S店的 包括商场的 然后还有像年会啊 商会这些 天津的商场你主持过哪些 挺多的 像勇望 哪个勇望 勇望西青 梅江勇望 前两天刚去 然后是陆家嘴 水无城 大跃城这些都有 挺好 你主持过这么多商业的活动 是吧 线下的活动 你今天在这儿 你给我们即兴主持一下呗 行 我给你模拟一个场景啊 行 每年的夏季 我们海河传媒中心都会搞 在咱们天津拥有着非常高知名度的 荣媒体粉丝狂欢节 是观众听众读者们 和我们海河传媒人相会的一个盛大的节日 假设现在由你来主持 你怎么主持 但是给你加一个小难题 你要随机地选一位企业家 跟你互动一下 行 可以 来 准备一下 那我就把舞台交给你了 好 加油 张艺凡 好的 来 我们掌声有请 亲爱的朋友们 女士们 先生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各位来到《非女莫属》的舞台 那在这里呢 我要期待各位的加入了 因为在《非女莫属》的舞台 你不仅有机会收获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同时还可以充分地去展现你的才艺 与此同时 有很多优秀的人士前来坐镇 你有机会听到很多经典难忘的大咖点评 我是主持人怡凡 开心与各位相聚 谢谢各位 谢谢 那么在今天的活动现场呢 我还有一个非常好玩的环节 我想要有一个有奖问答 我想知道现场的朋友有谁愿意来参与 咱们参与就有机会赢得一份非常精美的礼品 我要参与 我想请这位穿粉色泡泡秀这位美女 你可以吗 来 有请 特别特别漂亮 一眼就看到您了 我想知道这个《非女莫属》这个节目 请问您知道吗 我知道 那您知道它是在哪个台 然后在每周周几去播放吗 在天津卫视 每周日和周一的晚上9点20分 非常准确 大家给您掌声 那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对于我们这个《非女莫属》的节目 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能把那个人力资源的那个 姓酷的那个老师能换了吗 这个口条不咋好 行 我们会听取您的建议 再次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礼品是什么 来 您稍坐等候 来 我们的礼品在哪里 礼品在我这儿 她想换我坚决不会 好 谢谢 来 稍等 稍等 真的有礼品 稍等一下 我们这个精美的礼物 请问您满意吗 对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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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听到吗 没有 谢谢节目组 真的你生日 今天是 今天是她的生日 是她生日 谢谢我们美女的生日 首先谢谢节目组 然后好有心的惊喜 谢谢节目组 真的很感谢 永远年轻漂亮 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友诚 因为我第一次来飞你的舞台 是19年的12月份 然后到现在也有三年的年头了 然后这三年一路走过来 其实菲尼给我最大的感触 就是我在我平时日常的生活交流 然后我的环境中 我是接触不到这样 这些企业家 这些老板 这些行业的 也就是说我来这儿 最主要的一点 除了是能为企业招聘到优秀的人才 更可以向各位企业家们 和我们节目组 和我们大卫老师 和我的酷歌 然后能学到更多的本领 其实很感谢 这样的一个机会和平台 还是感谢 谢谢大家 再次谢谢 谢谢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今天 祝愿我们 为你莫处以后的节目 收视长红 谢谢 谢谢 但是思雨我想跟你说 以后这个过生日的时候 不要总想换掉我好吗 好 首先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我们节目录制的日期 是我们的企业家 刘世宇小姐的生日 非常高兴 我们全体的工作人员 能够在这样一个时间 在这样一个地点 以这样的方式 共同和她庆祝她的生日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 寿星老 思雨 谢谢大家 而且刚才我们的设计 完完全全 是没有事先通知时雨的 我们挑选她 作为这个互动嘉宾 也是我们的一番 在了解到我们节目组的想法之后 主动提议 所以说在这方面 我们的求职者 是有一定的设计能力的 整体的这一圈下来 一是很流畅 第二是有亲和力 然后也有感染力 就是如果我是线下 参加这一场活动的观众 我会觉得很舒服 好 我们再次把掌声 送给苏宇 谢谢 刚才是模拟主持 是为了验证你主持的能力 是 接下来你有什么才艺吗 有 我可以唱歌 还等什么呢 来吧 好 我的谜底会解开 好上缘 谢谢 我们的荣耳唱成都 我觉得好有一笔 所以荣耳你要不要唱唱成都 叫我们的选手也看看 咱们企业家唱的也是可以的 我觉得他唱的比我好多了 来 大家想不想这样 讲听 掌声好不好 好 我们好期待 来 我们掌声送给杨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觉得很不错 就是他的声线唱这个歌很有感觉 是不是 对 把我也带到了成都 那我跟你的专业比还差远了 咱们的选手其实是专业范儿十足的 他是有台风的 就是我们是公关活动 我们会请歌手也会请主持人 我觉得你的台范儿是够的 谢谢老师 每天的流水是一万 当然是过节那几天 平日可能到不了 好 就是说你现在自由职业做得还行 是 是 是 那我有一个经典的问题 你现在有自己的一份小事业 是吧 那你如果求职成功了 这个事业怎么办呢 其实这个报冰店 现在目前是我对象在经营 他在订店 然后我的话 其实就是有主持人的工作什么的 我就去做我的事情 然后店里面也雇人了 所以基本上这个不冲突 其实在这里面 我特别有一个担心 其实的话 无论是说从前面 我们从两百到两个亿 还是你的那个一万 说实话 我们有一点点标题的 所以对你的能力方面 说实话 除了唱歌 除了主持以外 我没有看到职场上的能力 明白 你的期望岗位没有 对吗 对 就是跟这个传媒 可能相关的工作吧 跟传媒相关的岗位太多了 但是你的期望薪酬 却写了个六千到八千 那你是对标什么岗 写出的呢 因为我之前其实做过一阵主播 就是在北京 主播当时不做的原因也是 我感觉就是我个人可能身体这边有点 附和不了 你主播能做吗 能做 做过 我带过 带过那个美妆 然后还带过牛奶 那你今天找主播的岗位吗 时长就是长的话我可能考虑不了 我感觉我身体有点负荷不了那个强度 对 其实就是我觉得你真的是 就前面看都特别好 但是我还是那个问题 今天咱找什么工作呢 内勤岗 但是呢 就咱不是钱的 或者是外联 对 你能不能给我个具体的岗 或者你哪怕你给我说出工作职者了也可以 外联吧 就什么叫外联 就是对接渠道啊这些的 算了 别问了 那个 我给你个建议吧 我建议你不要去到公司里来入职 因为你看就像你刚才唱歌那个蒲公英一样 自由自在的多好 你为什么要到公司里面去受制愚人 因为现在今年也三十了 然后也要结婚了 所以说也是想着 稳定的 稳定的工作去做一做 可是你现在不是也在接商演吗 也是可以的 但是它毕竟不太稳定 我还是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的收入 那接下来有请刘灯的八位企业家 最终确认你们的选择 有请 《海胜一盏灯》 进入到谈前不伤感情 有请 那伊凡你好 银朗文化的是一家做公关活动的公司 五千的起薪 未来我们希望你能够 向项目经理这个方向去发展 工作点在北京 我想问一下 咱们这工作时间是什么时候 我们正常的时间就是 早上十点到晚上六点 但是呢 因为我们是项目值 在忙起来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是各种通宵 但是一旦说最近闲的话 我们也对大家没有要求 就可以尽情地修 但是我们会需要你长时间留在北京 明白了 好 考虑一下张亦凡 选择营朗文化 或者谢谢再见 即时开始 你的选择是 就不考虑了 好 谢谢小叶 北京有点远 对 想到了 行吧 但是今天你的面试 倒是给大家展现了 我们天津的这个商务主持 这个群体当中 比较好的一个平均水平 面试结束以后别走 去我们的化妆间吃一块蛋糕 好的 虽然这场不成 但是他应该是我以后 在天津要做活动的时候的 这个主持人的备选了 好的 那就祝你们合作愉快 好 谢谢一帆 谢谢 再见 再见 谢谢 心态还是比较平和 小工作这种事情 我觉得本身就不是一个 可以确定性的因素 你就是出去面试也是一样的 有可能成功 有可能失败 期待自己 接下来还是多学习 多储备吧 然后再有机会的话 再来尝试一下 上微博 关注新浪娱乐 新浪综艺 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 发完消息之后 我就给总经理拉黑了 同归于见识的求职者 你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 给十个老板听 职场是双向选择 大家也能更清楚地知道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有点懵呢 我喜欢你 我爱你 说实话 我有一点点心酸 你笑得越开心 我 我的眼力就越多 你笑得越灿烂 我们的心揪得越紧的 那个感觉 你这个状态让大家有理 我不太会表达 我还没说明 我觉得大卫老师应该差不多了吧 来 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 让出冠军 拉黑领导 这都是大事 特别反差的很啊 你们有没有谁被员工拉黑过 中间有一段时间 我不太管东方的日常的工作 小伙伴们去把我的这个微信拉黑掉了 我知道了 对 你这个不叫拉黑领导 你这个叫人走茶凉 我觉得大家可能都被拉黑而不自知 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再去联系过以前的员工 因为我很少联系 所以我也许被拉黑了 但是我不知道 我这儿有一个偏方 我可以让你知道 你的微信里都谁把你拉黑了 网上卖的比我这个贵 你找我就对了 来吧 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位 曾经拉黑领导的求职者登场 陈思 大家好 30岁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旅游英语专业 大家好 我叫陈思 今年30岁来自北京 我是一个坚强有韧性 懂得坚持的一个女孩 希望各位领导都得取笑 谢谢大家 好 欢迎你 谢谢 你这一喊出领导的话 我觉得他们10个就还被你拉黑了 你是要和我去上海吗 在座的都是优秀的领导 就是我们都要被你拉黑是吗 不是 这个是一个特例 比较幽默的一个特例 好嘞 让出冠军是怎么回事 2016年的时候 我当时从事的是金融的一家上市公司 从事两年 现在资产管理 也是获得了比较不错的成绩 因为我们每隔两个月 会有一次考核 前三名有不同的奖励机制 当时也是足利 跟我有一个 关系很不错的一个同事 跟我就差一点点数据了 然后他是想 给他儿子买一个文具桌吧 我算了一下 如果让出这一个月的话 对我整体的数据 是没有什么太大影响的 所以我就是觉得何不承认之美 而且我们之间的关系确实很不错 他有找到你跟你说这事吗 没有 就人家没求着你这事 对 但你知道他有这么的想法和心愿 对 所以我就是自己主动的 对 就无非就是少加一天班的事 我请教一下 你会怎么去把这个 让出去那冠军 比如说他当时是按照接听量 回款等等一些考核 那么其中一个数据 稍微低一点的话 他自然就总体的就会低一点 你那个业绩都是正查数据怎么能 你想低点就低点呢 我们都有后台 就是每天你自己的数据怎么样 是可以看到的 对 你自己改后台 他少加两天班吗 我刚才说 他有KPI 比如说电话接听量 一些行为上的数据 确实少做了工作对吗 那你帮了这个朋友之后 他感谢你了吗 我当时做这件事情 其实我是不需要他给我人回报的 只是我想做这件事情 这个事我其实特想问的是个什么问题 就是在你的表述当中 我觉得这事不是事 我能帮你一把就帮你一把 但你今儿把它写在关键词里了 就是这事在你这还是个事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事 很大的事 对 因为在公司的考核里面 其实有很多的销售人员 就是会去做这样的一些 业绩的所谓的调剂 其实在销售里面 是有这样的恶习的 我觉得是非常不好的 也就是对于公司的利益来说 当然 他少干了几天或者两天 对公司的利益会受到影响 是 但是有KPI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指挥棒效应 我觉得就像是货币的两面 有正面它就会有负面 就像运动员一样 我永远要去思考的是 我怎么样能够去拿到更多 而不是的话 我要在我的公司内部 怎么样去算计 我特别同意小陈那些 我觉得你让出了一天的利益 但是有利于整个同事的团结 朝鲜 我完全不同意 我觉得朝鲜你是年纪大了 通话概念 因为在企业内部里 尤其做销售的时候 它会有销售的激励政策 如果我们去重用这样的一个行为 它就会把三个人单 马成一个人的单 或者这里面它就会做各种排列组合 没错 是的 但是现实是这样 这个里面在我们的公司里面 只要发生一例 我就曾经开过 我觉得这里就是在研究政策的控制 企业里面有些规则 就希望大家尊重企业的规则 我觉得这个行为本身它是有问题的 但是我特别注意的是 你在你的心里面 你不认为它有问题 要拿出来去表扬自己 这个我觉得是问题 是的 而且它今天的岗位 是要求一个管理岗 应该站在公司和管理的角度 去看待这个问题 而你把它当作了关键词 同时在这个舞台上讲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加欠妥的地方 因为各位是企业家的角度 而我当时 在我2014年很小的时候 还是一个就是员工的一个角度 我只想跟同事搞好关系 你那时候觉得自己挺局气的是吧 就挺开心的做这事 有面 但是说实话 将来有一天 当你成为企业老板以后 对 你就得想 一个人少干两天 一个人少干两天 你这一年365天 我作为老板 我少赚多少钱 对 都别说你是老板 你要底下有六个小组长 都跟你似的 帮这个阶级那个 一个月少干两天 你组长的业绩 就输给别的组长了 对 这就是和你切身利益最相关的 我要感谢李雨昕 我要感谢贾军 我要感谢库尔特 我要感谢萧英 包括小叶在内 因为我们联手 阐明了一个道理 既然有规则 我们就应该尊重规则 且遵守规则 而不是所谓的 合理利用规则 特别棒 在这些事当中 发现了自己之前 就是没有考虑到的很多问题 从不同的角度 就可以点心我很多事情 接下来这个话题有点沉重了 那个你耽误的是别人 这个把你招来 你是真拉黑他们 你怎么拉黑领导 在那拉黑领导这个事情 是发生在我上一份工作 做的这个大健康产业 我一开始也是从业绩岗 一点一点做起来的 正好我们的组里 是缺一个主管岗的 然后我就自己去主动 申请了这个管理岗 做到了这个内勤的管理岗 之后的呢 就是跟我想的可能不太一样 因为当时我们的这个 内勤的业绩考核标准 它是跟外勤 有一些相关的挂钩的 比如说我内勤 这个月创造多少业绩 但是外勤如果说 没有做出一些成绩的话 那我们内勤也是一无所获 也是这两年疫情的一些影响吧 外勤这块是做的不是特别理想 而且当时整个公司 都已经知道是外勤不理想 然后也是挺了大概半年的时间 我们内勤每个月 拿着三千多块钱的薪资 一直在扛 扛了半年多 然后我跟总经理去申请 我说我想去给内勤 争取一些福利 总经理确实是答应了 给我一些这个补偿 但是没有做到 后来我再去给他发消息之后 然后他不回我微信 但是我给他发别的 比如我给他发一些 有趣的事情 或者公司今天发生什么事 他都会回我 就是你们俩微信有来有回 但只要你聊 给内勤争福利这件事 最后的落实 就有去无回 对 以及我发现的 想跟外勤沟通的 整体来开会去探讨一下 对 他就会不回复了 有过几次之后 你行动了 拉黑了他 两次就够了 两次就 见不到北人吗 不能当面沟通吗 对 他不来公司 但是他在北京 不能打电话沟通吗 我突然给总经理 就是一下跨了好几个级别 打电话 我感觉有点不太礼貌 但是这对你来说 是个重要的事 拉黑不是更狠吗 拉黑就礼貌了吗 持续了两次之后 然后我就直接就给他发消息 我说 我觉得近几个月 我已经做好了 我自己认为的 内勤主管的岗位的工作 但是我对自己的定义 以及工作状态 我觉得不是特别理想 那么我申请了 换到其他部门 从普通的员工做起 然后我发完消息之后 我就给他拉黑了 然后结果我就调到其他部门 半个月又做到前五 老板同意了吗 没同意 没同意 对 我就直接过去了 你就把你内勤主管 这岗就不干了 发现这东西 就愣去另一个部门 对 内勤的小伙伴们呢 内勤的小伙伴他们 很惨 对 很惨 所以你拉黑的是 部门的老板 是吧 总经理 是总经理 完了你还没离开这个公司 对 你拉黑了之后 上了他公司另外一个部门 对 我有点懵呢 他在公司里做的 不是内勤部的主管 他做的是董事长 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我给你消息 你不回我就拉黑你 我觉得你做的好啊 你到了那个部门以后 发生了什么 我就去了隔壁的组 然后我半个月又做到前五个之后 发完奖军之后 然后我就直接就走了 直接就走了 辞职了 对 对 你真是个汉子 你真是条汉子 陈思 你这绝对爽门女主啊 陈思我特别想知道 你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 给十个老板听 就是你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七说 你要我灭灯吗 嗯 不是 我觉得我在分享这个故事 我希望大家在 就是因为职场是双向选择 大家也能更清楚地知道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给你起个名哈 嗯 你是我近一段时间以来见到的 同归于尽式的求职者 就是 我跟你们说啊 我觉得他今天来面试 就是我只要说爽了就行 登和岗位啊 我在 随意 但是啊 我就想跟各位企业家 探讨一个问题 就像他这种能力和个性 都很突出的员工 你们喜不喜欢 有点害怕 我就说一言不合就拉黑这个事 反正我接受不了 我是不太能接受 能力和你的脾气不匹配的人 两段你的关键词 我都是你打一个人号的 我觉得如果是公司内 有个性的 有人的员工 对 我们都是能包容的 但你的问题我更正议一下 你不是个性 我觉得你是在整个的 你的职场道德和你的实现 我觉得是比一般人要低很多 哎呀 这个帽子有点 这个有点大了呀 我也想提醒一下各位企业家 就是你们的时间是时间 我的时间也是时间 当半年的时候 我的内勤的所有的员工 他们在努力做同样的工作 而隔壁组 跟我们做的工作一样的时候 他们每个月拿着一两万 我们每个月拿着三千块钱 撑了半年的时间 我只是因为想要对他们负责 我想让他们过得好 陈思我其实就想 为什么还拿过来当关键词 我的感觉就是 你的一把手的老板 他其实根本没在意你这件事 第一 他有可能真的 没看见你的微信 还没来得及回 第二呢 你跨了急跟他沟通 他没法回你的微信 没错 然后你拉黑他这件事 我觉得他也不太在意 你只是代表那个小团队 最后你抛弃了他们 又去另外的部门了 那那些孩子怎么办呢 你认同他们刚才说的那些话吗 理解但不认同 不认同在哪儿 我其实是有时间去等的 说老板不回微信 他半年不可能不看微信 但是其他的也都是回的 不回微信半年不回 我只是不理解 为什么不去解决实际的事情 一直这样拖着 那他为什么不直接跟老板聊呢 因为我当时考虑到他是男性 我当时有给他发微信 是我和我另外两个女生 我们三个人去拜访 老板说都不方便 我觉得他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 对啊 我觉得陈诗讲完之后 我是特别懂他的 陈诗如果这个事情 只是你个人的利益 你就不会去争取 你是帮你的小伙伴去争取 是这样吗 他争取的就是我组员的 跟我没关系 对 出发点 对了难道行为就一定正确吗 不是 但是的话 各位学家你们今天的话 完全是一个 站在老板的角度上面 他刚才确实是说了他的道理 你们去想 他今天的话 他作为一个员工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我觉得陈诗很爱他的公司 否则他可以一走了之 他完全不会再 转一个部门 在那边 我应该从零去做起 其实那一个月的时间 难道不是给各位老板 你来回来跟我沟通的 这样的一个情形 我刚好觉得是相反的 他不爱他的公司 拉黑领导 拿了奖金 立刻辞职 我们在宣扬什么 我们在宣扬这样的一个团队吗 宣扬这种行为吗 在宣扬的就是说 执行我老板犯错 不允许我员工有艳和的反抗 难道这样吗 难道出发点是对的 我后面的行为 就一定是正确吗 我觉得我们这些企业家 真的不能回避 他所谓的那个总经理 也是存在问题的 我们不能总是挑 这个候选人的问题 所有解决问题方式 一定是沟通 如果你要真的是解决问题 你为公司角度去想的话 你应该换位思考 为什么领导不回你问题 我觉得他不是说他爱公司 他爱的是他在他下属面前 他的形象 徐明在我来看来是最不重要的 因为这是职场 我做的是工作的事情 陈思伍 我们的目标是解决问题 我一直强调一个观点 因为你今天要晋升到一个主管 你可能要站到你 认为分配不公的那个领导的视角 或者你的老板的视角 这是你未来晋升的空间 所以站到这个沟通的视角来说 你的目标是解决问题 对 如果领导明明知道 而没有进行这样的 这个策略的实施 有可能是不是他认为 外勤相对重要 内勤相对好招 外勤需要更多的激励 内勤这些人有可能被替换 我不在意你们感受好不好 你不开心可以走 有可能他有很多很多的心理见识 你并不知道 所以如果你站到一个 更高的岗位上 你有可能会面对一大堆的困难 而不是你眼前的这一点点困难 我强调的是你的视角 是不是过于小了 所以过了这么久 今天你还提出来 你还是在看着你眼前那些小困难 没有看到你的领导更大层面 需要解决更多的问题 其实我很喜欢各位指出 我这个问题的企业家们 就像您说的 我如果说总是站在我自己的角度 去考虑问题的话 那就很狭隘了 我也没有提升了 就是其实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为什么我今天还在说 我也在考虑 如果说以后 我作为管理岗 甚至更高的岗位 我去怎么去解决这个事情 我还是秉持一个原则 工作上的事情秉试公办 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有问题就赶紧解决 不要拖着 说得好 就是这样 但是我也要跟大家说一句话 就像我们每次聊到选手的 求职者的这个家庭生活一样 我们目前也只听到了 你单方面的表述 我们不了解事情的全部经过和真相 但是有一点你让我觉得 你确确实实是个爷们 就是你的那些行为举动背后 你可能考虑自己的得失真的不多 你可能替你的那些人考虑的多 不管你去哪一家公司 我敢说跟你干至少不窝囊 但是对于你这样一个有性格的员工来讲 哪个领导带你他挠头 这就是事实 所以我问你们嘛 有一定能力 也有性格的求职者 你们会不会用 就这么简单 发扬自己的个性是没有问题的 但职场呢 实际上它不仅仅是一个个人 它是一个集体 那如果未来想在职场当中去发展的话 必定要去发扬自己个性当中 对于这个公司也好 集体也好产生利益的部分 而去适当地隐藏自己个性当中呢 就是过于这个有张力的那一部分 当然这个事情另外一方面是 其实有能力的求职者是企业需要的 那作为老板而言呢 如何去引领辅导和用好这样的下属 其实更是一门功课 像他昨天遇到的这个问题 如果他的这个上级领导 能有一个很好的沟通和引导的话 那后面的事情其实也不会发生 来 看你的职场行商课 你刚升职同事说 你工资这么高 请大伙吃个饭呗 你会怎么办 我先看一下这个同事有多少人 如果说只有十人小团体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 也希望通过此次团建 拉近大家的距离 开展未来的工作 如果说这个同事是可能 就是上百人或者是其身人那种的 我觉得刚升职去做这么浩大的事情 也不太稳妥 哪怕是你点一个奶茶给一百个人 这样都太 比你更高的人还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这样不太合适 姑娘 如果有几百个人手下 你请个茶也乐意啊 你的官儿得升多大 就是怎么说呢 我在我经历的职场里 很少见到就是有请一百多个人 喝奶茶的老板 我觉得其实只有这道题 才是真正的展现出了沉思的风格 就是你其实就是那种 我自己可以吃一点亏 然后我愿意去团结我的小伙伴 但实际上在整个的面试当中 你今天没有真正的去直接面对 这些企业家对你的质疑 接下来找工作的时候 或者你想做更高级别的职位的时候 必须要有多维度的思考的能力 而且要有直接去面对问题的能力 感谢孔老师 在面试的这个环节 点名的问题 但是咱们把语境就最后想一个问题 你当时是为内勤的弟兄们去争 对吗 你觉得隔壁的部门挣得比你们多 活还没你们苦对吗 那如果我们现在把场景调换一下 你和隔壁组的那个负责人调换 隔壁一直在咬你们 活也不多挣得多 非要捡你们的钱补他们 你又会怎么做呢 我相信你的做法没有太大区别 就是如果从人的角度上来讲 你今天唠的这些磕都对 你是一个挺萨的人 跟着你干不窝囊 但是你来找的是管理杠 屁股决定脑袋 你坐在谁的位子上 你确确实实要为谁去想 明白 咱看看刘灯的这六位 最后的选择会是什么样 来 有请各位 根据陈思的面试表现 确认选择 我们一段挺的 很遗憾 虚伪 虚伪 最后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应该为我的个性买单 所以这个结果我是接受的 挺好 这句话我觉得前后你整场的人设 比他们都鲜明 我觉得陈思 无论他们怎么选择 但我今天想告诉你的 如果你愿意跟我去上海 做销售的话 我愿意给你个杠 我愿意给你个杠 薪水五千块钱 你专门是帮我去联系中国的 在各个城市 排名在前山的猎头公司 如果你愿意的话 可以跟我去上海 我欣赏你 而且我会叫你懂得 在职场当中 如何去处理问题 在我们的节目录制规则当中 有这样一条 当台上所有的企业家 都灭灯之后 如果我们的人力专家 对求职者感兴趣的话 可以提供岗位 我也会像正常的求职一样 给你一个机会 你可以问他一个 你最想问的问题 我就想问您 刚才我说的拉黑领导力 如果是您的话 您当时作为我这个岗位 您会选择怎么做 因为当时我记得 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是现场的 所有的企业家反应最多 而且途中灭灯的最多 所以我就还是想问一下 看看其他人的一个想法 我如果是你这么大的时候 我可能会选择直接去找老板 甚至我会敲他的门 但是我不会用你的方式 去处理这个问题 明白了 好 考虑一下啊 来 计时 开始 好 时间到 陈思告诉我们 你最后的选择是 非常感谢您的欣赏 但是我还是有自己的想法 我想坚持下去 好 尊重你的选择 感谢库尔特老师 好吧 一个非常有个性的求职者 今天让我们感受到 职场上的一股不同的风气 但是我觉得就事论事 对的继续坚持 错的以后要改 好吗 好 也祝您早日找到一份 心仪的工作 陈思 好 谢谢 再见 面试的话 无非就是成功和失败 这只是二选一 就是回去看一下自己的回报 看看自己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和各个企业家说的一些东西 自己好好去想一想 因为毕竟未来是还是想走 管理什么岗位的工作 这些人跟我说的话 是非常有建设性和建议的 就是还是要轻轻去 多思考一下 好 我们来看面试关键词 我有一个梦想 放弃不能够 继续前行的路 有梦想多幸福呀 这话说的怎么 这话说的怎么 特别像我说的 这个一看就是一个非常不成熟的人 没有长大的孩子 乖童 你不能老从负面角度去看 这明明是一个少年义气风花 那说明你已经老了 太老了 来 让我们掌声有请 让他继续前行的路 掌声欢迎 侯晓雪24岁 辽宁传媒学院 网络与新媒体专业 本科学历 你下来呀 大家好 大家好 对 你下来呀 我合体 我没打完招呼呢 主持人好 你好 小雪 请做自我介绍 各位企业家好 然后各位 我们好 你们好 你们好 我的名字叫侯晓雪 我的性格乐观 开朗 可爱 就这样结束了 没有 我介绍结束了 好 谢谢大家 欢迎女姑娘 来 把报名表交给我 在上台的时候 我听到一声笑声 是你的笑声吗 是吗 是吗 你怎么这么高兴呢 就兴奋呢 就觉得挺好玩的呀 你是来玩的呀 没有 我是以玩的心态 你应该去参加这个 会表现得更好吗 然后我问问你 她是干啥的 观察员 观察员 然后你所有人都问好了 隔壁那个 你好像连问好都没问 不好意思 刚才有点紧张 没事 没事 小雪 你看过我们的节目吗 看过一点点 你并不了解那三位的身份 我给你介绍一下 从右向左分别是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 刘畅老师库尔特老师 最左面的是我们的职场观察员 歌手潘超 希望你这个时候 要向他们三位打个招呼 你们好 你们好 你好 小雪你好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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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尴尬现场 你的第一个关键词是 我有一个梦想 那姑娘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是 想成为一个好演员 那为什么你的专业 不是表演专业呢 其实我高三中年想走议考 然后家里条件不允许 学议考的时候 我那天想去听课 然后我妈妈就用双手去拦着我 就不让我听 因为我妈妈也是没主意嘛 然后就听我爸爸的 然后我自己就放弃了 后来上大学之后 我看到有一考的学生 上我们学校去演出 然后我看到他们在台上 我觉得好幸福呀 我觉得我要是站在上面 我会成为一个很幸福的人 我会很快乐 后面我找了一考机构 去学了十多天 也认识了一个 算是恩师吧 他给我很多引导 他是一个人品很好 戏很好的好演员 然后也想借此 可以感激一下他 希望 然后希望大家 希望如果有看到的导演啊 什么的可以 也可以多找那个恩师拍戏 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小雪 这么宝贵的机会 为什么想找你的师父拍戏 就是很自然的 因为老师对我好呀 我就想对他好 老师是那种不求回报的 就我每次给他带 就是我问他一些演戏上的问题 他会给我打电话 给我发 发 发好多好多条语音 然后很晚了也给我打电话 我问他问题 他就给我打电话 是完全不求回报的 然后我说老师 我找你去学习 然后我可以花钱学 老师说不用 你可以上我家学 就是很好的一个老师 我特别能理解小雪 这种表达方式 你知道吗 在《追梦的路》上 有一个引路人是多么的重要和珍贵 太难得了 你们遇到过引路人吗 没有 我一直一个人在奔跑 那你很厉害呀 就是没有一个人引导你 你自己坐上了这个位置 所以说难抢很多呀 我想问大伙 你有没有那个感觉 就是他跟你聊天 他好像眼前有个镜头 就是他是看前面的 就是两个人其实没有交流感 我观察了好几次 他会沉浸在自己 讲述的那个故事里 不像是在跟我们有交互的沟通 就是小雪 我觉得啊 目前面试进行到这儿 我时而被打动 时而会怀疑我在 就是我在想 我接下来是应该听你讲故事 帮助你把你过往的经历故事 分享给大家讲完 还是说我们用一个标准的 面试的标准来面试 你把你身上现在 你热爱的那一面展现出来 但是不要把你热爱的那件事 带进来 否则的话 他们是真会灭灯 我是 我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人 就是 就想靠着感觉来 我说不明白话 让人误会 反正 你这简历当中写着 你还当过这个特约演员 是吧 最近活多吗 我刚来北京 我一点都不多 没有我在上海多 你都演什么 我演的 演的 演的 什么病人 还有什么东北 东北服务员 老板娘 还有女儿 姐姐 这种 你拍过你觉得 你最骄傲的影视作品 是哪部 最骄傲的 那就是那个 在上海 然后那个导演 是很厉害的导演 我见到他就特别兴奋 然后那天拍到晚上三点 然后那个镜头拍了好多好多遍 然后我就一直喊 一直喊 然后那个导演还给我调了一点点戏 我就感觉他是按我性格来调的 我就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 最难忘的 小雪 你方便在这舞台上来表演一下吗 表演啥呀 就表演你当时的那个角色 行 主持人默默地走了 艾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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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你 艾莉 艾莉 看这 看这 这呢 看这啊 这 艾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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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我 艾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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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我 就是演一个粉丝 你能有机会 在我出席的地方 就你一个人就行 演一下我的粉丝 行 行 一个人演出了千军万马的气势 真的 以后我到哪儿 我迟早点我也要喊着你去 行了 小雪 你去的之前跟我说一声 姐 赞助你几个大佬的灯庞 对不起 没有 其实我看完了 说实话 我有一点点心酸 为啥呢 因为她说 这个让她是印象最深刻的一个 其实这就是一个群演 我觉得这个算不上特鱼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群演 我只看到了一个很浮夸的一个表演 对你的演技 我觉得无从判断 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感受你的表演 我觉得你有热情 你珍惜每个机会 就算是几秒钟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色 但是你很认真 这一点上我是认可你的热爱度的 但是回到你今天面试这件事 你这报名表写的 有点说实话看不太懂 外语东北话 外语写个东北话 是吧 而且姑娘 你意向岗位 意向企业 期望薪酬 期望工作地点 一个也没写 你今天来找什么岗 就是和艺术贴边一点的吧 好多都是艺术啊 和艺术贴边的 那这就太大了 真的是 嗯 就是贴一点点边我就很开心 小雪 我告诉你什么叫职位 模特叫 演员叫 你说的和艺术相关 你就告诉我具体的 你想找的工作是什么 你还听不懂 我能听懂 但是我没有办法描述一个具体的 那你有意向的企业吗 嗯 嗯 嗯 旅游方面的那个还还比较 好 好 期望薪酬有吗 嗯 暂时没有吧 小雪啊 就是 我给你个建议吧 嗯 舞台上了 镜头有了 嗯 回去吧 啊 结束吧这场面是好不好 不行不行 为什么 我来都来了 不能轻易回去的 我试图理解你 我尊重你 嗯 我看到了一个孩子 真的喜欢舞台 但是我今天我没有看到一个合格的陪场人 你上台上二十几分钟了孩子 除了你对你那个老师的那个真情表露以外 其他的东西我觉得你都是蒙的 你根本就没有想过你到底你怎么样来进入到职场 我觉得你这个用词过于严苛了 其实在很多情况下 他是对自己生活的周边是无能为力的 从来是没有什么话语权的 然后他今天突然走到台上自己去做主 然后就说一些东西 他很难改变很难做到的 我觉得易峰总你这个要求过于宽松了 因为之所以来找工作一定就要有一个清晰的目标 我至少说我要多少钱对吧 你想当演员没有任何问题 你可以去大胆努力地追求这个梦想 但是你不能在舞台上 在今天这个严肃的求职现场 时时刻刻还表现得像一个演员 我认为你在表演 没有 都是真诚的 小雪 我帮一下你吧 演员有一个每一场戏都有一个最高任务 你今天的最高任务是什么 求职 对 为此你做了哪些准备 看了这个节目 然后了解了一下这个节目大概的流程 还有一些需要准备的东西 你有才艺吗 有 好 我们先让你把才艺给我们看看 可以吗 行行行 来 掌声欢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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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把 我们这是干啥呢 以后 能让我感觉 思维有一些混乱 可能也是跟现场的一些 气氛有关系 梦想现实 它没有理清楚 这个是我灭灯的主要原因 好了 我现在情绪终于稳定下来了 刚才姑娘 你唱歌的时候 我听哭了 你笑得越开心 我的眼泪就越多 我就突然看到了一个 另外一个时空的我 在抓住每一次机会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有没有 需要止吗 不不不 你笑得越开心 我越难受 没有 本来我就比较乐观 你很好 我会给你留灯 谢谢 为了我自己 二十年前 我没有走过那条路 谢谢 谢谢 但是我觉得 我会站在一个母亲的视角 我觉得你活在你的世界里 活在自己梦里边的一个孩子 她在自说自话 只为你那个梦 只为你那个梦 而我至少不是梦想 所以如果我是妈妈 我会觉得当你去实现那个梦的时候 你要认真的准备一下 是要靠你的实力 给你有准备的人的 所以孩子 我一直想要有那个实力 因为我大学四年没有学表演专业 我就跟人差很多节 我就想如果我大学四年学那个 我天天好好学习 我能能力得老强了 我学习的时候 老师就夸我聪明 我就适合学那个 但没有学上 然后上大学我是找了一个贴边的 辽宁传媒学院 然后我上的这个 但是也不是 不是那个表演什么 所以孩子 我第二句话想说 职场上有的时候 选择比努力要重要 如果恕我直言 恕我今天坦言 在这条路上 我没有看到你的天赋 让你停下来想一想 你接下来的哪个选择 肯定对你未来走起来 你那个微笑 让我们看起来 发自内心的说 真的为你高兴 是发生肺腑的那个 不是你笑得越灿烂 我们的心揪得越紧的那个感觉 夏总说的是对的 但是 我还建议你在你的梦上 再继续追求一段时间 我会为你保证五号 小雪 我想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 你今天来求职 是想当一个真正的演员主角 还是我还可以再做群众演员 就可以 其实我来这个舞台 最主要的目的 是想让更多的人看到我 我第一次上节目 可能有哪个人 觉得我适合拍戏 或者哪个角色适合我 就会找到我 因为我自己找的话 太难找了 就是机会很少 侯小雪 你刚才说的话 我如果没听错的话 你是希望今天通过天津卫视 非你莫属的舞台 能够让电视机前那些 有演艺资源 和能够赋予你演艺机会的 演艺界的相关从业者 发现你的演技 并且赏识你 给你更多的机会 而不是接下来要给你留灯的 非你莫属的企业家 是吗 因为我年龄也到了 我很矛盾 你当着一个 即将要给你留港的 企业家的面说 我今天来 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我 那你告诉我 对于杜远志来讲 你刚才这个回复 是不是有点不理解 我觉得大老师不仅是 礼不礼貌的问题 这也是我们做这个节目的初衷 就是也许今天现场 没有一个人给你留港位 可能你最后没有选择这个 但是你如果这样讲 我觉得你是不尊重这个舞台 对不起 我不这样认为 萧雪 我只是觉得 你是个傻姑娘 你把你心里的实话往外说 其实在这个台上 有没有想表演的选手 想来秀自己的选手 只是萧雪傻傻地 把她心里想说的说出来 萧雪 其实我今天开场 跟你说的那句话 没有别的意思 是真心地善意提醒你 把你热爱的那一面 展现出来 但不要把你热爱的那件事 带进来 你这个状态上大家有理 最高级的演技 就是那个人就是你 最低级的演技 就是你让所有人发现 你在演一个人 我感觉我让别人 我不知道我 我不太会表达 没说明 我觉得大卫老师 应该差不多了吧 我觉得应该是我的问题 就是我的表达 会让别人感到误会 表达不全你知道吧 就是说我不可能 怎么明白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行了 面试进行到这儿 咱们该考察的也考察 而且还剩两盏灯 我最后就送你一句话 看破是智慧 说破是勇气 打破是担当 这三句话给你带来的是一种格局 这三句话更是一种警醒 时刻记住 总会有人看破我们 一定有人会说破你 而且如果你不努力 一定有人会打破你 所以我被这三句话带来的是 不断向前跑 明白了吧 来吧 二位留灯的企业家 最终确认你们的选择 有请 祝贺你 小雪 还剩下两盏灯 进入到你今天面试的最后环节 谈前布上感情 来 有请二位 小雪 刘仁游定制旅行给你的岗位是主播 四千北京 然后我再给你一个额外的福利 只要你完成了我们约定的时间段的主播 我允许你请假去一段时间 拍你想接的戏 我现在给你这样的职位 这样的薪水 是支持梦想的 考虑一下 在六人游密拍传媒之间 二选一 或者谢谢 再见 倒计时 开始 好 时间到 求职者 你的选择是 就是那边 就是那边 好 祝贺侯小雪 求职成功 也恭喜潮汐 去吧 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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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加入 谢谢 谢谢 祝贺你 求职成功 其实我来这个节目 在我心里是特别纯粹的 我感觉刚才我那么一表达 让你们感觉我好像 嗯 是我 嗯 是我没 没 我也挺不好意思的 就是 没关系 我们要祝贺你找到了支持你的企业 也找到了你最后选择的岗位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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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确实是一个很很纯粹的人 我 我刚才下台还哭了 我会不会让别人觉得我不纯粹 感觉他们 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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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 因为他们不了解我嘛 因为他每天工作两个小时还可以给我去演戏的机会 我想说的是 《非你莫属》这档节目之所以在中国电视界存在了这么多年 一定有它 生存的规则 好多人会在线下问我说 到你们那儿找工作的人都是真的吗 我说是真的 我们很真实 我们是秉持着真实的态度 真诚的态度 希望所有的求职者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 并通过我们的这个平台找到他们心仪的工作 找到适合他们的平台 对于求职 我永远希望真诚比能力重要 对于选择 永远是规则 决定选择 绝对不可以用选择来改变规则 如果电视机前的各位企业家也想通过《非你莫属》节目招募人才的话 欢迎您将企业简介工商信息发送到《非你莫属》招聘全拼App 《非你莫属》节目的顺客 《非你莫属》节目的顺客